前隆珠宝董事长江洪志 长期关怀弱势民众 发放爱心便当跟馒头 已经迈入第11年 他的企业界友人张耿荣副董事长相当感动 在农历春节带着太太和孩子 到现场共襄盛举做公益 加码发送100元红包共300份 让弱势民众内心感到很温暖 领红包然后谢谢帮助我们 谢谢他们帮助我们 就是有红包可以 然后也因为我们也有很困难的时候 然后我感谢他们是因为我很感激他们 每一个月每一星期的拜市 固定时间11点 在庆永主播孩子的门口 来发这个爱心便当 他们怕吃不够 还加一个幸福馒头 还说真感谢我们台北企业 专门市长他们整个人 来共襄盛级 来参加发这个红包 这个红包是100元 虽然稍稍100元 对这个低收入跟热市团体的朋友 是很大很大温暖 感谢江董事长 在每年过年的时候都邀请我 过来这边发放红包 而且刚好过年又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然后今年在这个时候呢 我同时也在龙山市跟台北车站 也一起来发放便当 这是江董事长的指导 然后我今天特别带我们全家来这边学习 带我的小孩来这边学习 希望把江董事长的这种精神 然后传承下去 希望我们这些辛苦的老人家 这些清寒的朋友 他们在过年的时候 得到一点点的温暖 有点你问我 这个发爱心变得是否要继续 我们就要继续 因为这个社会 这个热视朋友 人间社会苦人多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心态 所以我们不断不断继续继续 会继续继续续继续 我们庆龙主播 跟这个港都民主的团队 会继续来打拼 现场也有善心人士 将二手衣送到这里 让弱势民众自己挑选带回家 秦龙珠宝董事长江洪志说 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越来越多 透过尽一己之力 结合各方善的力量 让弱势民众能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